欢迎收看这期的白话机车 我是白宁 今天咱说一个有点意思的车 我身边这辆丰田海诗H100 大家说这什么 这不是就是金杯吗 对 这就是金杯的原型车 这车是1989年到2004年的第四代丰田海诗 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 华晨把它引进过来 叫金杯海诗 从91年一直造到今天 而且不光是金杯 无数的中国品牌都造了这款车 使它成为了一个 可以说咱们国家的一个 硬通货 生产工具 每天无数人都在靠它的支撑 在完成物流的需求 今天咱们就来体验一下 这个金杯的原型车 海诗H100 怎么样 咱们来聊这车的设计 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车型了 是吧 这车来自1989年的丰田 其实在整个90年代 丰田的设计都是这个风格 什么风格呢 就是非常的小心翼 它要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认可 所以它不能像今天的丰田一样 把车做的那么跋扈 是吧 打嘴 灯扯的各种切线条 它都没有 它每一个线条都是圆的 小心翼翼的 而且所有的这个面也都是圆圆的 这样你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个工具 当时的海诗是这样 当时陆地巡洋界LC80是这样 当时的卡罗拉凯美瑞都是这种风格 这种风格特点就是 谁看着都舒服 永远不过时 如果它做一个特别先锋的那种 80年代那种方车设计 当现在肯定已经老得不成样了 它这个设计 即使到31年后的今天 我们看起来依然不过时 咱们再仔细看这辆车 这车跟咱们的金杯差别还挺大的 它是一个2004年的 就是末期的H100 它的前脸已经是最末期的了 H100一共换过三回脸 第一回是咱们最老的金杯那样的脸 金杯其实91年就引进了 是一大黑脸 全是黑塑料 小方灯 后来又变过一次脸 这是第三次的脸 这个脸现在看起来就是 它在追求豪华感 一个镀铬的前中 每条都是镀铬的 然后再镀铬条的保险杠 下面还有点运动范 有一点这种脚包围的感觉 咱们这辆车是一个相对豪华的一个做人的版本 所以说银色的车漆 配灰色的双色车身 还有拉花 看起来还是比较细腻 比较豪华的一种感觉 这个车你看 如果我们看这个前门的话 其实当时这一代是100的海狮 还是挺激进的 它上一代是那种标准的尺子画的车 方方正正的 它这个前门还做了一个往上扬的设计 如果从这往前看 即使是今天依然不过时 今天出一个全新的面包车 你这么设计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咱们来看这车侧面 这是跟金杯完全一样的了 但实际上这辆车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你看它的这个柱 它做了一个黑色的处理 然后那窗户看起来像一块 侧面有Toyota的纹样 其实整个侧面就是更符合 我刚才说的那种风格 就是它讨好所有人 每一个线条都是圆圆的 每一个冷都是小心翼翼的 而且它的比例测算的非常准 这基本是一黄金分割 就是如果上面算大 下面小的话 侧面做了一个往里缩的 这么一个造型 其实仔细砸磨一下 这个金杯的造型 还是挺有讲究的 你看它这个轮煤 做的还是挺讲究的 后窗这儿是最典型的 90年代丰田设计 而且这车比想象中大 之前从来没研究过金杯的尺寸 没研究过海湿的尺寸 这回我们仔细查了查 这车长有4950 接近5米 高是1930 这是矮顶的 就1930 高顶的那个就2米多高了 是吧 这个尺寸比我想象中要大不少 当然里面有四排座 咱们来看海湿的后尾 我相信所有朋友看到 这后尾的时候什么感觉 哎呦 货来了 等了好几个月的家具 终于来了 是吧 在咱们这儿大部分看到它的时候 下一个动作就该卸货了 其实这个后尾的设计呢 跟整个车是一样的 都是90年代的丰田设计 小心翼翼 每个线条都是圆圆的 看起来舒舒服服的 上下的比例的控制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我们看这辆海湿啊 它跟金杯其实还有点区别的 作为一个相对豪华的版本 我们见到了这种贯穿式的大红尾灯 包括这写的ABS 这还有后语刷 还有照地镜啊 这个在我们说普瑞维亚的时候 说过这东西 当倒车影像时 你在里面看这个镜子 离后面还要多远 是一个物理倒车影像的作用 咱来看这海湿的内饰啊 这车上车是有标准姿势的 一定要这么上 要不然会非常别扭 我相信广大司机朋友们都有这个体会啊 这个内饰其实在所有的这种平头面包车里 还算是挺有划时代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种平头面包车啊 日本这种平头面包车 无论之前拍的昌和小面 而这种相对大型化的 它的底子其实都是轻卡 它就是一卡车底盘 发动机都在驾驶员的屁股底下 后驱是吧 然后驾驶员坐最前面 后面是货仓 所以说之前的这种面包车啊 包括海湿的前一代 包括德利卡啊 包括其他品牌 它的仪表台都非常的平啊 仪表根本就跟小面上朝着天 然后方向盘是平的 你要端着它开 跟卡车一样 但是H100这代海湿呢 把仪表台做的特别高 而且把方向盘送到了驾驶员身边 这样的话 它的坐姿是相对较车化 它这个整个仪表台 还跟当时的卡罗拉是非常像的 它很叫车化 它仪表是朝着你的 方向盘是朝后的 这样的话 驾驶起来真的是要比那种端着的 要舒服的多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一代车的 一个值得说的一点 然后整个的内饰设计和外观一样 非常的圆 每个脚都是圆的 都小心翼翼的 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 也找不到特色 仪表都是中规中矩 像速度表 转速表 油量水温 是吧 然后这儿有丰田经典的老式的 拉棍是机械空调 一边蓝一边红 时钟 这有录音带收音机和CD 两个全有 这个车配置还挺高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前后空调 全都有 就是这么一个 朴实无华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质感的 毕竟这是丰田原装的 它当年用的塑料 还是比较规矩的 边边角角的处理 都非常的细腻 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包括这方向盘也是 带安全气囊的 软化的方向盘 挡板 非常亮的这种塑料 当然也开了十几万公里 磨出来了 非常细腻 一种属于丰田车的朴素 但是很细腻 很诱人的质感 这个座椅也是 就是丰田经典的那种丝绒座椅 非常的有附着力 看着和摸着都特别舒服 就是不显豪华 是吧 这丰田海狮的原厂脚垫 真是太提气了 你看着它 跟我当年那个林志350 那个材料是一样的 丰田独特的那个文 写着海狮 一下就觉得 这是好车 这不是金杯 这辆车的乘客门 用了侧华门的设计 侧华门的设计 广泛应用于这种 三到四排座的 MPV或者面包车 它的优点很明显 它可以把门的开口 做到最大 同时不会让门打开之后 特别大个 是吧 节省空间还能做大 但是侧华门 就考验工艺了 不同的制造水准的车 侧华门的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个车 就特别轻 特别顺滑 你看 太棒了 这侧华门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单位 有一样天津造的 三丰面包车 我的天哪 那门就没有一次 我能关上的 都得停在这 然后我爸才叫 吉他车给撞上去 海狮这个侧华门 坐的真是太棒了 再感受一下 太舒服了 每一次 咱们下面就感受一下 它车内怎么样 咱们来感受一下 这车的后座 首先 坐过金杯的朋友都知道 因为前面有机器 所以说后排的腿部 会被这个机器阻碍一下 但是它有个灯头 其实感觉还挺好 这车有四排座 它长度是4950 轴距是2650 其实轴距 对这车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呢 这车轴前轴后 轴上全坐人 所以你不论轮子装哪 它都坐这么多人 这接近五米的车长 被这四排座 完美的给利用了 绒布座椅 还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带前后空调 后面有独立的控制的空调 这都可以调风量大小 出风口 后面两排座 中排会待遇稍微低一点 有点小 然后后排是带头枕的 整个尾排的待遇 还都是不错的 车的玻璃 大家看到这个茶色 这不是贴的膜 这是原装的茶色玻璃 就是原装的隐私玻璃 这个感觉还是挺 跟贴膜挺不一样的 非常的透 你看这玻璃切面 整个都是茶色的 非常舒服 车里的味道 是一种丰田老车独有的一种 绒布和塑料 掺杂在一起的一种香味 略微带那么一点点酸味似的 就一坐这车里 就感觉像到了泰国 我现在坐着浅垫的车 准备去浮浅了 准备去玩了 就特别有那种东南亚的感觉 但确实是这辆车 咱们这辆车来自于泰国大使馆 之前是泰国大使馆的退役车 也是巧了 咱们下面开一圈的海誓 首先带大家回味一下钥匙 大铁钥匙 之后头上有点尺 老的日本车都这样 是吧 一着了之后 有点皮带打滑 当年海誓金杯都有点毛痒 然后综开手刹 它手刹在底下 是一根拐棍似的东西 我这朋友说 这车二挡起步就可以 的确二挡起步就很轻松 感觉这台发动机 确实工作还是很细腻的 你开起来之后 觉得挺润的 这个词可以用 在这车上 挺润的 挺细密的 声音也没有那种 特别嘈杂的声音 很细密 这是一个RZ发动机 2.4升 120马力 198牛米 都是一字头 0到100加速不响 但是肯定能跑到100 但是路得够长 整体开起来 首先说说视野 视野极好 这车坐姿超高 基本上我脑的眼睛 你快到前挡玻璃上眼了 海湿的坐姿特别高 这也是这车的一特点 所以你开起来 没有任何遮挡 前方一览无余 走多窄的地我都敢走 这还是特别适合 咱们钻个小胡同送个货 什么的 是吧 极其通透 这车上绝对实至名贵 换挡感觉 就是典型的丰田那种换挡感觉 什么感觉 其实它不是特别好挂 每一挡有明显的阻力 它不会像德国车 大众的老车那样特舒服 那种吸入感 它没有 它每一挡其实还是要磕一下劲的 但是它绝对不会犯错 它换挡的路线非常细密 非常精确 它不会像有些做工特别不好的车 就挂不进去 难挂什么 这种不会有 这辆车的悬架 其实和金杯还有区别的 它是全独立悬架的 开起来挺软 加上比较细密 比较精确的动力系统 整体来讲 说实话虽然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小20年前的一个工具车 但是我觉得整体驾驶质感还是很细腻 有点高级感 还是不错 我非常喜欢开这车的感觉 上两千转之后还是有点动力的 加速感还可以 真不赖 这车让我每天开都没问题 刹车还挺零 我觉得这车真的可以让我每天开 方向盘不轻不重 属于标准的丰田的纯叶压 独立的那种感觉 跟我之前那个灵质有点像 整个底盘还是很细腻的 这么多年车了 刹个车加个速 没有任何底盘来自底盘的 这个机子嘎妞的这种怪声都没有 这车我觉得还有一个 直到一出的点 就是它的声音 就是丰田的这发动机的一种呼呼的声音 大家听听 就是我用来形容丰田的声浪 经常管这叫金杯式声浪 大概就是这声 之前开过的这个F-GO也好 路巡也好 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还有一点 就是它拐弯的时候特别过瘾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一拐弯 横着就过去了 跟你开带鼻子车完全不是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原因是因为我的坐的位置 我坐在了转向轮的上面 甚至还偏浅一点的位置 这样的话跟开大巴一样 我先过来 然后这轮才过来 这种特别奇妙 拐死弯的时候横着就过来了 如果咱们开带鼻子的车是鼻子先过 人后过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总体来讲 驾驶感受 朴实无华 但是真的是没有槽点 如果打分的话 就每一项都70分 这么一个车 我觉得能把车做成这样也 其实是不容易的 而且你手脚的操作 它都能非常好的照顾到你的感受 虽然它并不高级 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怎么长距离的开过金杯这车 今天是第一次好好的体验这个海赤H100 没想到是这么样一种感觉 满大街那么多人都在开这车 原来视野这么好 还这么好开 当然金杯肯定没有这么好开 换挡感觉 动力的声音 肯定要比这个要粗糙一些 但整体来讲 这车设计的说话真不错 视野原来这么好 坐姿也非常不错 方向盘就送在你怀里 原来是这么一个体验 有点意思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款这样的车 特别实用的 且价格不贵的 空间大的车 能拉货 能做人 不同的版本 就是在欧洲 它可能是大众T 对吧 它可能是奔驰的 Viano Vito 在日本 它可能是海狮 那么中国也引进了海狮 咱们也用海狮 在其他国家 你在巴西里面 可能还是大众T2的 就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这样的 非常刚需的 任劳任怨的 帮大伙干活的车 我觉得这些车都值得记录 都是非常伟大的汽车 虽然他们很普通 并没有多少车迷会喜欢它 它只是个工具 但是它们真的非常的重要 停下来再给大家踩两脚 听听这个声 就是我口中经常说的 金杯式声浪 就是一种 弹步上有多细腻 然后风声很大 呼呼呼呼 这么一种发动机声 那个F高 路循 都能踩出这声来 行 下面咱们就把它灭掉 这就是今天 跟大家一起聊的 丰田海诗H100 其实这个车本身 作为一个丰田的面包车 它其实就是 90年代的丰田那个样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对我们来说 它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自从1991年 它被金杯引进到中国以后 真的是成为了 我们整个国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物资 各种厂家 这个华晨金杯 福田 金龙 树不清的厂家 都造了这个车 卖各种各样的价格 各种各样的用途 有人用它拉货 有人用它拉人 拍电影 干什么时候 都有这个车的生产 所以我觉得这车 特别值得拍上一集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特别值得纪念的一款车 值得我们好好去 砸门一下它的味道 它到底是怎么样一款车 它从哪来 从1989年诞生 一直到今天 不停的 每天都有这款车 在中国下线 在不同的车厂里 被不同的朋友买去 奔生活 风雨兼程 是吧 拉着磁砖 拉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所以真的是 非常值得拍的一个车 我相信也是 大家和海狮 其实和海狮有故事的朋友 并不多 这车当年相当贵 原装的海狮 可能如果你04年 买个新车得40多万 但是金杯的价格就要便宜的很多很多 大家和H100吧 和海狮的这个故事 我相信非常非常多 也希望大家能在评论中 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和海狮的故事 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花记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